觀塘市中心長延塞車 除了因為跪伏問題嚴重 也有意見認為是道路規劃現階 近日觀塘馬頭一個回船書改為十字路口 可不可以舒緩交通濟塞呢? 歡迎收看時事當面看 觀塘區議會2021年研究說 區內塞車問題嚴重 其中一個原因是開源到跪伏問題嚴重 車樓倒灌入去市中心 警方說已經加強執法 但有關組織說 除了執法也要改善路面設計 可以怎樣處理呢? 楊先生在觀塘考明街上班 每日都會經彩虹轉乘巴士或地鐵去觀塘 這一日他打算坐巴士 所以特意預早出門口 其實我這裡地鐵和巴士都可以的 但在這段時間來說 應該有很多人很擠迫的 我經常要兩至三班車才能上到的 尤其夏天會比較熱 這樣舒服一點的話我會坐巴士 不少巴士線都會洗經開源道 在那裡下車 行兩三分鐘就可以去到公司 但他很少這樣做 盡量避免 因為塞氣上來 有時你真的不知道要塞多久 觀塘道 再轉入觀塘碼頭附近 就是我公司 但如果進去那裡 塞車情況更加嚴重 所以我會選擇早一點下車 如果想坐得很舒服一點 例如這輛巴士 它是離我公司會比較遠一點 在一個大型商場裏面 早上繁忙時間 楊先生這輛巴士坐了大約十分鐘 就來到玉民坊巴士站 比平日要快 為何常日我會多遇15分鐘 因為很多時候我遇到路面的情況 比較失的 今天就很暢順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隨時都可以四個早餐 然後才回公司 如果衝忙的話 其實我會第一時間選擇地鐵 經營物流公司的民生 這天收到一張急單 需要儘快出貨 由觀塘成業街送去巧明街 這裡三聲一個命令 知道 好,謝謝 慢慢來,慢慢來 客貨車泊在成業街的路邊 這個時間交通繁忙 很勉強,要很快 也要走,立即要走 沒辦法,因為你也看到 一直在塞 這幾箱是趕著送的 如果有時間,我們也會入車場 才出來 下平街先 謝謝 謝謝,方先生 趕著業 現在塞不塞 少許 少許 答半天是否可以 答半天 是蟻來的 謝謝 謝謝 現在正在下貨 有時他們也沒有辦法 其實可以進入大廈 他們也沒有進入 可能就這樣推進去 輸快 駛入平日交通最繁忙的 開園道 但這一天算是暢順 巴士照他堆死了 塞死了 又落這裡 這裡 這裡 轉不出來 車都轉不出來 因為又回選 又會塞在後面 又會塞在後面 在這裡,又會塞在後面 如果4點後 就有警察來趕 趕這裡和口明街 這間可能定時 一、兩小時就趕一次 那這樣上不上 毅力的停車場 如果能進入 就不能進入 就在樓下拍 那沒問題 最後全程用了大約10分鐘 扣除30元停車場錢 埋單算數 這張單賺了4、50元 其實這裡 我們都是收人 可能這裡是七、八十元 30元 那邊又要給停一場 其實很難做 不過就拉牆做 有些 拉牆做 有些會賺 有些會虧 希望這座大廈 可能有時也有幾單索 冠塘區議會2021年研究說 區內塞車問題嚴重 主因是開源道車樓到灌入市中心 為了舒緩區內交通制室 政府上個月25日起 將冠塘碼頭對開一個回選處 改為十字路口 架狀多支交通燈 並更改路面設計 只剩下一個行車線 方便車可以在L2轉右 回到惠業街往嶺港城方向 措施實行大約一個星期 這天早上八點 幾位觀塘區議員 和土木工程托展廚 運輸廚等部門到現場視察 部份交通燈位一度出現車籠 我們今天看在繁忙時間 整體的交通情況是暢順的 我們亦希望政府同事增加多點指示牌 因為有一個樽頸位 我們發覺如果當由惠業街落到來的車 它不能夠及早知道 它怎樣轉回對面線的話 就會出現慢車的情況 區議會的研究報告說 開源道嚴重濟塞 原因包括維匹問題嚴重 以及不少貨車在這裏上落貨 我相信我們要加強大數據的運用 因為會見到其實整個觀塘的商貿區 其實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路面不足 很多時駕駛者要上落貨 他無奈就在馬路停車 然後就搬貨各樣東西 其實這個情況是不理想的 所以其實你見到喜東九龍東 在早前都提出了要善用大數據 但我們見到其實情況是強差人意 他期望透過大數據 可以向司機提供附近商下 同工下空置停車位等等的資訊 我們無法知道商下 或工廠大廈有沒有泊位的話 其實是無法全面解決小路擠塞的問題 短期我們希望加強執法 但中期我們要進一步認真去看看 究竟這些橫街摘巷 我們是否可以有條件讓那些車 是泊到工廠大廈或商貿區裏面 原來哪一棟大廈我可以駛進去落貨 相對會減輕路面的負荷 警方回覆查詢的時候說 針對觀塘商貿區內交通情況 一直執行針對性交通管制行動 截至今年8月 在開園道一共發出5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但有關注道路設計的組織認為 加強執法未能根治問題 我想其實所有道路 如果你最後要依賴執法 來做一個措施令到他保持交通上信 長遠來說不是一個 即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有這麼強的執法情況之下 都會持續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意思就是其實可能他路旁使用的需求 其實是未滿足到 所以其實是否需要有更多的設施 令到他去應付這個需求呢 他又說單憑加闊路面和行車線等等 只能帶來短期成效 因為我們說在運輸殼上 出行都是一個供求的關係 當你有更多的供應情況之下 需求會上升 是否這麼簡單說 我們多開一條路 多開一條行車線 就能夠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在短暫而言的確是 可能在幾個月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可能會對這個行車情況有幫助 但是當大家適應了這個 供求上升之後的情況之後 其實可能交通的情況 是可能會恢復以前的水平 甚至是可能差過以前的 觀塘的道路網絡規劃 由初期配合工業發展到工業識微 再到政府透過啟動九龍東項目 促進觀塘商貿發展之後 有更多商下進駐 李俊賢說地區道路規劃需要取得平衡 商業車輛會有不同上落貨的需求 高通交通也會有上落客的需求 另外甚至有些路旁會用來做泊車等等 變成路旁的位置 其實是一個很多需要的一件事 要理解本身地區的上落貨需要的情況 然後從而再去規劃和設計一些雙型的上落貨的設施 這是要看回整個道路網絡 它本身每一條路 它所需要負責的功能是甚麼 土務工程拓展處回覆說 委業街和開源道十字路口工程 是為了配合觀塘行動區發展 以應付車流增長和理順車流 處方已經因應實施初期交通制室的情況作出調整 並且會爭取在短期之內再加開臨時行車線 時事得面在今集時間較立 拜拜